政府说会增设最少五间社区检测中心 而为了鼓励做检测 会为确诊市民提供一笔过五千元津贴 但会在当局公布细节之后才生效 政府说考虑到部分市民担心 接受强制检测之后 如果确诊会影响生计 将会为本地确诊市民提供一笔过五千元津贴 但会在当局公布措施之后才正式生效 初步计划无需资产审查 希望鼓励他出来检测 不希望他因为可能是生计的问题 亦都可能是怕如果检测确诊了之后 他会首庭口庭 劳福局会公布他的细节 在他公布细节之后发生那些情况 一般来说才会生效 陈肇始又说预料本港确诊个案会增加 将会增设社区检测中心 至少再增加多五个 加上现在的四个 但我们也会在不同的区 如果有些区它是比较个案多的 我们都会有一些流动的采样亭 或者是流动派发样本亭的车 政府稍后会就其他高风险 或者高接触群组 包括有病征人士 安老院社员工和的士司机等等 推行强制检测 据了解会分批进行 无线电视记者梁家宝报报道